你可以为小程继续添加一个标签栏 上面可以显示一些标签 点击不同的标签可以打开不同的页面 在添加这个标签栏之前 我们需要先去下载几个小图标 一会儿我们会在标签栏上面去用到 打开一个Github仓库 拧号Icons 选择下载ZIP格式的这个压缩包 找到下载下来的这个压缩包解压一下 再把这个微信APP下面的这些小图标 放在我们的小程序的项目里面 这里我们可以先在我们的项目下面去新建一个目录 名字是assets 在这个目录的下面再去创建一个目录叫Icons 然后把下载下来的这个APP里面的这些小图标 放在这个目录的下面 标签栏上面的每一个项目都对应一个页面 最少要有两个项目 最多可以放五个项目 这里我们可以先去新建一个页面 复制一下pages下面的index目录 名字可以是invent 再修改一下这个目录下面的所有的这些文件的名字 都把它改成invent 打开这个invent.wxml 修改一下页面上面要显示的这个文字 设置成invent 这些文件的名字是invent 这些文件的名字是invent